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国家的金牌总数最多 记得吗 当然是我们的中国了 来 我们再一起来维护一下我们的光辉历史 中国队获得了多少枚金牌啊 哇塞 有51块金牌诶 你看美国队获得多少块 36块 俄罗斯23块 那同学们 你能根据这张表提出一个问题吗 你能提出一个问题吗 哦 有个同学提一个问题 他说 杨老师 中国队比美国队多多少块 可以吗 哎 非常好 杨老师就就着今天这个问题来解决 看一下 中国队到底是比美国队多多少块 好不好 来 咦 但是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怎么算呀 我要不要列柿子出来呀 对不对 我们要把柿子给列出来 看一下 咦 中国队比美国队它到底多多少块 多多少块金牌 列柿子怎么列 用什么法 哦 很清楚 用减法 用51减去36 哎 看它等于多少 是不是 哎 有同学就纳闷了 他说 杨老师 这个51减36啊 怎么算呀 我看我各位 一减六 我用口算的方法 一减六 减不了啊 怎么办啊 五减三倒是可以减 但是各位 我减不了 哎 那我们用摆小棒的方法试试 看一下 通过摆小棒我们能不能解决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把小棒给摆出来 首先 杨老师把51根摆出来了 哎 摆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51中间要减掉一个36 哎 36根杨老师也夸出来了 那就是要从51中减36对不对 哎 我们的零散的这些小棒能减吗 哦 零散的小棒一根能减这六根吗 不能减怎么办呢 哎 没关系 现在我们把它的数式列出来 我们一步一步看 哎 数式列出来 51减去36 数位要怎样 对齐这来写 是不是 切记要注意数位对齐 接下来就看哦 这个1不能减6 那有没有同学想的好方法 我们前面一捆一捆的都是多少 10根一捆 10根一捆 是不是 既然我这个零散的减不了 我就只能去拆一捆了 对不对 哎 我再来拆一捆试试 哎 我把这中间的一捆我拆掉 哇 10根一拆出来 那现在我零散的是多少根呢 10 1根了 对不对 11根了 刚才我是怎么拆的呀 我是从10位中拿出了一捆来 拆开了 放到个位上去的 是不是 哎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注意这一个算式 哎 这个比算的题 我们看一下 刚才1减不了6 我们是向5 10位上的5 戒掉了1 放到个位上来变成10的 对不对 哎 我向5戒了1啊 我就要给他扣一点帽子 哎 给他带一点小帽子 说明我刚才找你戒1咯 你现在5就变成几了呀 哎 现在5就变成4了 因为我找你戒了一个1了 对不对 哎 戒了1了 我放到个位上来 你说现在个位上 51的个位上是变成了多少了 哦 把一个10放到1上面去了 是不是就变成了11了呀 是不是 哎 把5中间的一个10 10位上的10 放到了个位上 所以个位上现在是变成11了 接下来我们个位减个位 你能减了吗 11减6等于几 等于 5 对不对 哎 你看 11减去6 它立马等于 5 哎 等于5个 关键啊 就在我们的10位上 同学们 杨老师说 10位上现在还剩2 不是5减3等于2吗 哎 你觉得对不对 哎 为什么不对 杨老师刚才说了 5的头上怎么样啊 扣了一顶小帽子 给他戴了一顶小帽子 说明他还要 减1 是不是 5带了一顶小帽子 要减1 那5现在是变成了几了呀 变成了4了 那4还要减几啊 减3 所以我们10位上数字 现在是几 1 对不对 哎 现在10位上 就变成了4减3 等于1 所以我们这道题 最终答案 是等于多少的呢 等于 115 是不是 哎 115 好 我们再一起回忆一下 刚才杨老师是怎么剪的 我各位不够剪 怎么办 小10位 借1位 对不对 我10位借1位 放到各位上来 变成多少了呀 变成10了 因为10位上的一个数 放到各位上来 就变成10了 对不对 哎 借1 防到各位变10 接下来 各位就减各位了 那10位 我借掉了1 是不是 他自己就要减1呀 哎 就要少1了 对不对 哦 刚才是这样做的 那同学们 我们一起看看 这些问题 你能够回答出来吗 数式计算哦 退位减法 要注意 第一个 各位够不够减 刚才我们退步的时候 那各位够不够减 哎 不够 不够 不够减怎么办 借1 向10位 借1位 对不对 哎 向10位 借1位 接下来 第二位 10位啊 他退以后 那各位上 他要加几呢 比如说 刚才我们的51 哎 我们的1不够减 下面的6的时候 我们是向5 借了一位 打了一个小帽子 对不对 5打1顶小帽子 放到各位上去 变成了 1 10 1 所以 我们10位退以后 各位上要加几啊 10 对不对 哎 要加10 哎 那我们10位 刚才退了一位哦 扣了1顶小帽子 他退一位之后 那10位要减几呢 扣1顶小帽子 是要减几啊 1 对不对 哎 要减1 刚才杨老师 跟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下 我们做那道题的方法是什么 那同学们知道 什么是退位了吗 那退位就是各位不够减 像10位 借一位 10位退一位 放到各位上来 这才叫退位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 先判断 下面个题 是否要退位 再说一说 差的10位 是几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觉得 哪道题 是退位的呢 第一题 是吗 94 减24 减24 它是退位的吗 各位减各位 能减吗 能 那同学们看看第二题 91减25 各位 1减5 能减吗 不能减 它需要退位吗 它是需要退位的 对不对 再看去三题 90减70 各位上数字都是 0 它需要退位吗 不需要 因为0减0 不就是等于0吗 对吗 所以 这三道题 需要退位的是谁呀 是 第二个 对不对 第二个需要退位 我们知道 第二题 需要退位的时候呢 现在 我们发现 每一组树 都被一个 小草莓 一颗小草莓 给遮住了 那现在 我们能不能通过计算 能猜出 小草莓 后面的数字 是几呢 我们一起来猜 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是 94减24 我们做这种 数式减法题的时候 先从哪一位算起 从哪一位 各位 是不是 杨老师反复强调的 先从各位算起 各位 4减4 等于 0 实位 9减2 等于 7了 是不是 很好 那第一题 我们就能算出来 不管你遮没遮 反正我知道 你后面的那个数字 绝对是 7 是不是 很聪明 那同学们 看看第二题 第二题 同样的也遮了 杨老师来猜一下 9减2 我猜 这个小草莓 后面绝对是7 你们觉得对吗 嗯 不对 我错到哪里了 9减2 不等于7吗 难道是我 加法都还没算轻吗 哦 不对 为什么 因为 1减5能减吗 不能减 不能减要怎样啊 退位 是不是 我们退位的时候 看清楚 要在9的上面 打一个小点 给它扣一点小帽子 说明它 借了一位 对不对 那9减5以外 变成了 8 8减2等于 6了 是不是 哦 这道题应该是等于 66的 那接下来 最后一道 同学们 你看最后一道题 90减70 从哪一位算起 个位算起 个位0减0 还是位0 那10位 9减7 等于 等于 2 所以这颗小草莓 后面 觉得应该是 2 哦 刚才这桑题 同学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接下来 我们来做一做 同学们 经常犯的这些错误 看一看 你能不能当一个好的小老师 把他们的错误 一一给我揪出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看看 哎呀 判断下面的计算 对吗 把错误的改正过来 看一下 第一题 81减去49 答案等于42 哎 这道题 同学们 你看他错了吗 错了 错在哪 哇 8上面 退位了 扣了一顶小帽子 对不对 所以8现在是几了 变几了 变成7了 那7减4应该是等于几啊 等于3 所以他是忘了退位的时候 带了一顶小帽子 要给他减一个1 这道题 哎 答错 是32的 是不是 那再看 第二题 杨老师不告诉你 你觉得第二题 对吗 哦 有同学说 杨老师 这道题是对的 你看 7上面靠里的一小帽子 不就变6了吗 6减3 是等于3呀 30是对的 咦 你再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打小帽子的时候 是为什么要打呀 个位不够减 才给他打点小帽子 像十位 借一位的 对不对 那你看 现在的个位是 8减8 够减吗 完全够减 正好够减 所以8减8等于0 还需要像十位 去借一位吗 没必要 完全不需要借位 所以7上的 一顶小帽子 是不应该扣的 我们要把这顶小帽子 给擦去 是不是 所以应该是 7减3等于4 这才是我们的 正确答案 是40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三题 95减去16等于89 同学们 你看这道题做对了吗 诶 我们看 各位 5减6 它够不够减啊 诶 它不够减 是不是要向十位 扣一顶小帽子 诶 向十位 扣一顶小帽子 退一位 对不对 诶 放到各位上 变成了15减6 等于9 诶 它各位算得不错 诶 算对了 再看十位 十位脚扣了顶小帽子 它就变起来呀 变8了 8减也等于8 不对 是不是 诶 要打个查 所以你觉得它错在哪里 它错在 退位的时候 它忘了打了领小帽子 要减1了 是不是 所以这道题 最后答案应该是等于几的呀 等于7 对不对 7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第四题做得怎么样呢 第四题是 35减去17 好 首先看 各位够不够减 不够减 像十位 诶 退一位 退一位 放到各位上来 变成了15 是不是 15减7等于8 诶 各位算对了 再看十位 3刚才戒掉一位 变几了呀 2了 是不是 2再减1等于1 是对的吗 哇 这道题它做对了 诶 刚才这位同学 他做了四道题 总共才对了一道 它是不是够粗心的呀 诶 同学们 你们在做四道题的时候 能不能全对呢 能 我不信 那我们一起来练一练 看你能不能全对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做下面这道题 你先列数式算一算 然后 再把答案写在后面 好不好 来 第一题 我们列数式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诶 用43 减25 像杨老师这样一列 对不对 诶 你减出来之后 你发现 它的个位够不够减 不够减 所以要像十位 诶 借一位 放到个位上 变成13 减5 等于8 对不对 四借掉一位 变几了呀 三 三减2 等于 1 是不是 第三减2 等于1 所以这道题 最后答案是等于 18的 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 诶 列数式 正确 减2 12-27等于45 同样的要向十位借一位 对不对 12-7等于5 这道题最终答案45 再看第三题 35-8会做吗 这道题同学们看仔细哦 8要注意写在哪一位上啊 各位上千万不要写到3的下面哦 看8写在5的下面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式子 算出来等于27 好 再看第四题 67-39 把算式写出来 答案等于28 最后一题 58-9 注意9的位置不要写错了哦 9是写在8的下面 靠其各位来写 答案等于49 好 刚才5道题 你都做对的小朋友 有没有 如果你5道题都做的 杨老师要特别表演你 说明你这节课完完全全听懂了 没有任何问题了 嗯 恭喜 全部做对的小朋友 那今天杨老师带领同学们学习了 退位减法 我们退位减法的时候 个位不够解释怎么样的呀 像十位 借一位 放到个位上 个位上就要加十了 对不对 那十位借掉一位 扣了顶小帽子 他自己要怎么样啊 减一 这个大家一定要相当熟悉哦 好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